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熊的實況 我是熊鼓烈 見夢晚一點 風之谷 沒錯我們要繼續我們拉拉的劇情啊 那 總之呢上一集啊這個 我們成功的靠著 那個什麼 江之地靈嗎 反正很多地靈的幫忙啊 真的 居然把這個領主大人給 就是逼退啊 讓他不敢再對我們這個村子 那個 課仲稅啊把他大家都想趕到後階 沒有想到真的做得到了 好啦那我們這集先繼續劇情喔 看有什麼後日談之類的 對啊那我們等等就是去找克里對話 那在這裡開始之前還是不免說說一下 我們這集要有Like Cholen 只要這一突破兩個喜歡的話 我們就很快推出下一集的拉拉劇情實況 不過看這集是不是最後一集啊 因為我們預定就是 這個系列就是拍到去找赫莉娜為止 所以我們就看吧 看這集是不是最後一集喔 那先跟克里對話喔 這個遺物的中間喔 對我們還是要繼續調查遺物喔 而且克里應該也是想拿我們的鈴鐺喔 被領主搶走的那些珍貴物品都被保管到個人倉庫了吧 喔 已經逼退到連他搶過的東西都可以拿回來了 去領主的倉庫看看吧 克里被搶走的父親遺物也在那 我們直接去 把他搶過的東西搶回來 現在直接變我們最大啊 直接造反了 還造反成功 這裡嗎 哇 秘密基地耶 原來那個房子就是領主的家喔 我本來以為領主的家還會再更大一點 畢竟 他 搶了那麼多東西 他的房子應該 直接地保了吧 好跟克里對話喔 克里剛剛說 這麼多珍貴的東西貪心無止境 這邊只有契約術和其他 和其他人被搶走的寶物呢 遺物呢 長什麼樣子 不會在這 他說過是藏起來 如果保管在這邊就不會那樣威脅 已經有這麼多寶物了 還不滿足耶 不是啊 我剛剛也有想到說 以克里他貪心的程度 這些東西全部咬了 他就直接財富自由了 可是問題是這些東西 東西都是逼人的啊 你要是也還給其他村民吧 他們也是受害者 從一開始的願望 轉為慾望的瞬間 除此之外其他的路都被抹去了 就只看到這個而已啊 拉拉你現在在嗆他嗎 你怎麼你怎麼突然就變這麼嗆 你本來溫柔和哀可親 溫文儒雅人處無害 他突然就會嗆人了 願望和慾望才在哪呢 或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講的話帶有惡意啊 不管其他人 只希望自己好的 那瞬間就變成慾望 是這樣沒有錯啊 這也是在拐個彎罵人啊 就是說克里你真的是一個大壞蛋啊 那麼你的願望是什麼 我的話 我希望你能自由的話就好了 這個剛剛實現 不是啊 遺物還是得拿回來吧 這個問題還是要解決啊 啊 對 那 恩 製作這個鈴鐺的人們也是出肯切的願望才製作這個鈴鐺的對吧 那我想要實現他的願望 這就是我的願望 你連他是誰都不認識 好啦 不過很符合拉拉的想法 遺物的蹤跡2 對 也要告訴漢娜領主 也要告訴漢娜 冒號 上癮號 其實不用上癮號啦 就你可以加個逗號或是冒號就好了 領主被趕走消息 不然 不然就變成漢娜領主 我都不知道漢娜變領主了 什麼時候的事情 剛剛嗎 一定會很高興的 現在就出發前往工作室吧 你自己去 為什麼 因為我腳步太慢嘛 不是這個關係 這傢伙 因為我 完全都沒能調查鈴鐺 恩 恩 我試著理解一下這句話到底想表達什麼 因為 首先我要知道 這傢伙應該是紫拉啦 因為我 因為我的關係嗎 你是想說因為我 所以 完全沒能調查鈴鐺 這不同啦 應該是因為我 完全都沒能調查鈴鐺 應該說前面 好幾集的時間 我們都沒有調查 恩 然後跟 算了 我如果要理解局勢邏輯的話 沒事被盜 我如果要理解 翻譯在想什麼的話 我應該已經 中文系博士畢業了吧 隨便 至少我能找到一些有關鈴鐺的線索也好 反正我很忙 讓我想到反正我很閒 兩個完全是想煩 你要不要自己組一個YouTuber團體 叫反正我很忙 幹嘛很忙 告訴我 反正就是忙 克里看起來真的很忙 他就站在這裡 恩 我很忙 這個如果不是拉拉這麼天真無邪的人 馬上就可以看破了 看起來真的很忙 至少我去工作室把這個消息告訴漢娜嗎 好啊你走 你自己去吧 克里喔 克里應該 有更重要的事吧 例如去找遺物之類的 或者是想要偷拿別人的東西 但是那卷軸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這麼在意 好啦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卷軸是什麼 看起來 不過是那傢伙奇怪的受藏品之一吧 感覺不單純喔 那個卷軸應該是什麼重要的東西喔 我們先去找漢娜 反正拉拉 做他想做的事 克里做他想做的事 對不對 這樣也好 你我都好 你好我好大家好 我是薰骨烈 好我們去找漢娜 那樣之後領主就被趕走了 直接趕走 我以為是什麼 就是讓他不敢在 那個 那個 嚴 嚴苛的暴震 原來是直接讓他離開 直接滾出去 哇我們也是狠狠啊 嗯多虧了漢娜工作室 連接村莊和後接的同路 喔 這樣穿過去就後接喔 這麼方便 我不知道耶 才能這麼容易的聚集群眾 不過剛剛很驚險啊 你是怎麼確定那計畫一定會成功的呢 他一定沒有確定啊 我等一下就 猜他下一句話講的是 啊 總之就覺得就可以成功啊 來 我們就看 下一句是不是 喔沒有 沒有 跟我想的不一樣 土地和人是一體的 那時候想要拿走鈴鐺的時候也是 能夠感覺到他們不是壞人 這邊沒有講到主詞喔 不過應該是在講克里啊 對啊 有可能是其他後接的人啊 但是 覺得主要是在講克里吧 原來是這樣啊 那我如何勒 嗯 開玩笑的啊 別放愛情市場 那 是那種會動壞腦筋的人嗎 我目前是看不出來啦 那麼現在是要重新開始畫畫了嗎 很久沒有能安心畫畫了呢 但是如果能完成 就最先給你看 哇 他才講了一句最先給我看 我還沒看到畫 我就深等了 不錯 這個遊戲的邏輯 跟 平常一樣啊 不過我覺得啊 我剛剛就在想啊 那個 前陣子 漢娜畫的都是被逼 逼著畫出來的 那個 跟他可以自由自在的畫 那個 你知道畫是一種可以 表達出自己心情的東西 你看一些那個很有名的那些 就是 古代的畫家啊 他們 心情倒真的很憂鬱 可能 你看畫就可以反映出他們的晚期啊 或是中間遇到什麼事情啊 然後導致他們的內心的情緒 那個都是可以看出來的 那有些 比方說很憂鬱就用藍色啊 冷色系啊 然後 很瘋狂的時候 就是 會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那個嗎 印象派嗎 就是 對啊 就是 我們看起來很像亂話 但實際上不是 他是表達他的心情 這樣子 新圖畫所需的材料 又要打怪了 為了新的畫作 想說 要補充不足的材料 這次也能幫我嗎 可以啊 不過課裡要嗎 當然沒問題的 謝謝倩爾拉拉好多人情 這次需要的是洗毛筆的水 能把我抓住 靜密後向一的 尋找陽光的圓球 50隻 並帶來成就的水瓶10個嗎 水瓶裡面會有裝水嗎 好啦也是可以啦 不過課裡 我覺得課裡應該也不在乎啦 課裡你要讓課裡去幫漢娜的忙 就是給錢嘛 啊課裡 現在可能也不需要錢了 他沒有負債了 直接 算財富自由嗎 但他還是得把遺物找回來啊 那件事情對他來說應該也很重要 好啦那 我看一下喔 技能 呃這個先點馬 然後 看一下喔 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不要過來 小三菱 這個點滿好的 這個跟攻擊應該有關係喔 然後 這個也 這個就剩下點這個 然後這個 按錯了 按錯按錯了 這個 開 他要過來撞我了嗎 沒有 把這個點滿 他要過來撞我了 好 所以我要找水瓶嘛 可以沒問題 話說事前登入 如果我沒有給他放到過期的話 應該是二轉才會給吧 等一下二轉的時候看一下喔 如果沒有可能就是過期了 向上跳 欸等一下 這水瓶好像有點難掉了 不過沒差啦 反正我們要打50隻 欸我怎麼 我是拿到盜賊的裝備嗎 看起來一臉就盜賊裝啊 這是什麼啊 開拓者的嗎 可裝備凱因 我怎麼會拿到凱因的裝備啊 他是提醒我說 欸你凱因還沒拍完 我知道啦 等一下 欸 沒死嗎 沒死 他知道提醒我凱因還沒拍完嗎 我知道啦 拍完啦啦就去拍凱因啦 凱因大概也剩一集了啦 凱因剩一集就完結了啦 他提醒我凱因還沒拍完 我知道好不好 啦啦先拍好不好 人家啦啦可愛妹子 我不是不先拍得到你嗎 沒有開玩笑的 但是我會拍啦 這一集搞不好就完結了 啊我怎麼又掉鞋子 我已經有鞋子了吧 啊都不掉衣服欸 我上一集不是有打到衣服嗎 可是那是男的 那是男生穿的 真的很煩 等一下我沒有膜了 我是不是一直那個啊 啊我掉劍幹嘛啊 可以掉一點我可以穿的東西嗎 我先想看最近有什麼可以聊的喔 欸我 快解完了喔快解完了 所以這個時候開始聊天會很尷尬 呃剩三隻喔 下次有機會再開始聊天喔 喂我掉一個魔杖嗎 這什麼啊 這不是吧劍士的吧 欸是欸是法師欸 但是 喔換壽司是怎樣 一直掉不相干的 我會生氣我跟你講喔 我直接回家捲走 真男人都直接用道具的好不好 誰來跟你走路 漢娜在這裡喔 漢娜在這裡吧 話說克里是不知道找到那個卷軸到底是幹嘛欸 不過我們先繼續我們的劇情 啊回來了 水有找到了嗎 嗯在這裡 謝謝多虧有你我應該能畫出不錯的話 好繼續對話喔 遺失的書櫃 啊對了 你之前說過在找鈴鐺的資料吧 那個進展如何 呃在古董店找到一本書 我有的鈴鐺好像 跟叫做器具的東西有關 但重要的部分被撕掉了 所以沒辦法確認到更多 不是應該先去找那個情報商人嗎 器具 啊我有個好想法 上面有紀錄後接的秘密商人曾經借過這本書 欸對啊應該去找他吧 後接的話不會太危險嗎 啊沒關係克里的朋友對我來說也是朋友 呃非常單純啦 後向近密之處的秘密商人 去找麥薩嗎 好 去找他喔 反正他應該是不會搶我們的鈴鐺 他自己都說 搶這個不好 魔力太強 這個東西應該要 屬於原本持有他的人 那他應該就是不會做壞事啊 好像開了那個技能MP就很缺 不過我們應該沒有很缺MP水啊 不夠就再買啊 有錢就是任性好不好 遺失的書櫃 或是說為什麼遺失的是書櫃啊 從遺失一本書變成遺失整本書櫃 是蠻厲害的 什麼啊小孩子別亂跑去去 你好我是克里的朋友 什麼啊你說是誰的誰 開玩笑也要有個限度啊 嘿嘿才不是開玩笑喔大叔不也是克里的朋友嗎 大叔克里的朋友 小孩你有一句話就能惹怒兩個人的才能 小孩就是 惹怒兩個人 他生氣了嗎 我們先看下去 是啊 我把器具的歷史剩下的藉軸 原來你就是克里基隕那鈴鐺的元祖人啊 對啊可以把藉軸的剩下部分 換回去嗎 那些招就已經丟了 你也 太爆點天物了吧 那個感覺很珍貴的書 你直接把它一頁撕下來 然後直接丟了嗎 雖然結衣在弓箭手村 但他要是知道這件事情直接從弓箭手村殺過來把你給砍了 你信不信 呃 丟掉了 抱歉啊 像我們這種人是不能留下蹤跡的 那你可以至少把他保管好啊 他是很珍貴的東西耶 我看結衣要是知道直接從弓箭手村殺過來砍你啊 呃 沒關係 請告訴我丟在哪了 你是打算一一找回嗎 好 那就告訴你吧 把紙丟掉的地方是靜蜜後巷2那裡 如果抓住那裡的黏糊糊葉子蒼蠅應該會出現一些什麼吧 呃 原來是這樣 謝謝你告訴我 呃 靜蜜後巷2 抓...黏糊糊葉子蒼蠅 哦 反而會導引 呃 好 我們...要... 稍微聊個天嗎 50隻應該可以喔 總之呢 我最近不是出的...又是男生的 到底有多難掉 最近不是那個嗎 你們各位看官方有沒有注意到 我最近出的影片很多都不是... RPG連載實況喔 啊 其實我要拍的話是可以拍了啦 呃 但是... 最近你會發現有可能我拍很多都是... 不是RPG連載啊 啊 甚至也不是什麼 Love Life啊 什麼...邦邦啊 其實我邦邦已經拍了兩部影片了啦 最近可能就會出了 只是我可能不會想要一日更新兩次喔 所以就排成慢慢出這樣 對 那... 最近為什麼都沒拍... 其實就是沒什麼東西好拍的啊 就...那 Love Life也不知道要抽什麼 Love Life...其實 Love Life有個很大的問題你知道嗎 SIF的話... 最近一直都... 那個...怎麼講啊 石頭... 石頭給的也沒有變多 啊 池就狂出 啊 我就喜歡有455顆愛心在抽保底 啊 可是他就... 一直出石頭都不夠 我現在純石啊 我現在最清楚的那個... 雙人Niko跟花羊我也不是很想抽的你知道嗎 欸 那個帽帽欸 欸 這是什麼啊 這感覺是... 盜賊了吧 可惡 無法再擁有 還要再打十隻嘛 盜賊了吧 對啊 為什麼啊 這麼難掉嗎 我記得以前不是... 那個... 自己職業的會... 掉落率會比較高 啊 現在都不掉了 我也是... 很問號欸 對啊 SIF就沒什麼好抽的啊 那 S是... 我現在有一錦啊 我現在可以抽一錦 啊... 最近沒有什麼Niko或是... Ruby或是0都不會... 抽 也不會拍影片 然後怪物彈珠... 也... 沒什麼好抽的最近 那個... 像那個什麼... 進階出發者我可能... 會抽... 我有抽... 但是我不會... 等一下 我要去哪裡 我要去找那個商人對不對 我就不會抽60抽以上 所以... 在哪裡啊 我要先去這裡嗎 不會抽60抽以上 我就不會出片 然後... 咒術回戰0 如果台版有出的話 我也不會... 抽60抽啦 大概就是... 四星角抽3隻吧 對吧 就是... 手遊沒什麼好抽的啊 最近 所以我也沒有拍啊 不是我不想拍啦 是... 最近真的都沒什麼好抽的 就... 沒辦法 然後... RPG就是... 有空就會拍啦 然後... 遊戲整個Dun掉了 沒有回應 好喔 總之就是這樣啊 有空就會拍啦 你看我現在就在拍啦啦啦 對啊 我們繼續我們的劇情喔 啊... 真的收起來了 把紙黏著... 貼在這的話 行了 嗯... 多一張了 這應該是從其他書 撕下來的字吧 終於一定會用到的吧 先保管起來吧 對啊 保管起來就好啦 幹嘛丟掉 是能佔你多少空間啊 你身邊一堆箱子 一堆銅子 因為這點的鈴鐺和其他器具不同 因為它是沉裝著我們的意志和目的製作而成的 而那理由是... 是什麼? 若是因器具引起的病 也需要以器具治療才行 因此鈴鐺是反應其他的器具 而為了進化邪惡器才製作的 所以器具會引起疾病 聽起來有點可怕耶 啊什麼?也不知道是誰 好像是患了很嚴重的病 嗯...是啊 那個鈴鐺如果能發揮最大的功用就好了 不過你為什麼會借走那本書呢? 那對於器具有了解嗎? 嗯...不是 我是為了拿來電鍋子才記得 傑依要來了 傑依正在從弓箭手村拿著菜刀 以每秒150公里的速度飛奔而來 你死定了 啊...我可以...我在虛擬桃園都可以感受得到 傑依的怒氣 好不好啊? 你就知道傑依現在有多火 我真的感覺你不妙啊 你頭上大大的尾字啊 傑依要拿菜刀衝過來了好不好 點...點...點果子 那是開玩笑的 這是商業機密 喔!還好! 你是不是感覺到你頭上大大的尾字 所以趕快收回 說是開玩笑的 啊...你還知道要怎麼保命啊 啊...算你命大 啊...原來是什麼樣的失業啊 啊...人家要說商業機密 啊...是會跟你講你 啊...天真無邪啊 你果然是天真無邪啊 怎麼一說 你的好友克里去哪了 啊...要去找克里了 謝謝你幫助我 其實他有幫你什麼嗎 喔...他有跟你說要去打那些書頁啊 好不容易打發走了呢 就算被那麼純真的追問 我也不能隨意透露委託人的訊息啊 喔...有人委託他喔 這誰啊 喔...又升等了 可以二轉了耶 不知道要委託他的... 是不是...一個壞人啊 這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之後應該慢慢抽絲波檢就知道了 也要告訴克里才行 雖然不知道他在哪 啊...現在這時間是去工作室嗎 現在是喔 非常好心的幫我們傳送了 好啦...那個卷軸到底是什麼 威天公房 該讓我知道一下了吧 拉拉還沒來... 嗯...拉拉沒來這嗎 喔...那個克里直接從領主的房子 直接跑來這邊喔 啊...你說拉拉嗎 拉拉他 嗯... 好幾天都沒來這了 我也很久沒見到他了 你為什麼要說謊 嗯... 嗯... 你為什麼要說謊 是嗎 應該是為了找... 找尋... 找尋... 好... 應該是為了找尋 讓鈴鐺響的方法 再到處打聽吧 自己嘛 你表情怎麼這樣 我覺得克里是不是發現了什麼 這個味道是說謊的味道 不知道我們看下去 我表情怎麼了 難道是傷心了 瘋了嗎 我幹嘛 對啊 我怎麼覺得 我怎麼覺得他好像想挑剝離間 就是... 讓克里跟拉拉不好 所以有說找到什麼了嗎 那個... 其實 蛤 有突然蒙逼了耶 現在是突然要透露什麼嗎 一會兒後威天公房 咳 所以說鈴鐺原來是會對邪惡器具產生反應的東西啊 不是啊 前面沒有講得特別清楚啊 只是說器具會產生疾病 可是沒有說分成 好的器具跟邪惡的器具啊 所以... 所以我們可以推得出來應該是 世界上有好的器具跟壞的器具 然後壞的器具會產生疾病 然後我們要製造好的器具來治好它是嗎 所以壞的器具可能就會被壞人利用 然後... 就... 後面可能就會看到一些反派出現之類的 應該這樣吧 好吧... 繼續 嗯... 可是不知道邪惡器具是什麼 他說回來好幾天沒看到克里了 是發生什麼事嗎 欸剛剛的什麼... 一段時間之後是直接幾天之後嗎 因為... 感覺... 我們... 我們跟克里一起出現在領主大人的房間是幾分鐘前的事啊 不知道啊 每天像是口頭禪一樣說回歸自由之聲之後 馬上就要離開村莊 可能是在準備這個吧 對啊有道理啊 不過克里好像還是得把遺物找回來 嗯... 那在那之前要不要跟他提議一起出去玩 不愧是小孩子啊 這種時候都可以想要出去玩啊 這不是好不容易才獲得的自由嗎 他自己也是需要時間啦 嗯... 克里變自由的事是值得開心的 但想到已經在準備離開 為什麼會覺得難過呢 他今天還會再來一次工作室嗎 蛤...問我 啊我是要包包喔 剛剛是不是打錯啦 那是拉拉講的嗎 聽了你的話之後好像對於讓鈴鐺的方法有想到什麼 呃...我們總之我們先對話吧 是不是要日轉啊 呃...不過... 我先把這對話按完喔 沒有停止對話鍵 在村莊繞了繞市還是沒看到克里耶 對了 漢娜說要我去一下工作室好像有點晚 呃... 不然現在還是去工作室見一下漢娜嗎 好 我們時間應該還夠 呃...不知不覺這麼晚咧 天黑了 也太黑了吧 什麼都看不到 來啦 喔果然這個房間還是有等...蛤 那個毛筆是怎樣 看看這個拉拉 有東西想要給你看 這是我很久以前收到的毛筆禮物 從毛筆感受到的氣息 一定不是普通的毛筆吧 鈴鐺也能感受到很微笑的震動 果然你的鈴鐺也有反應的樣子 會不會這毛筆也是器具的一種 如果要讓鈴鐺響的話 說不定這毛筆 是你需要破壞的東西 啦啦... 破壞 一般不都是會燒掉散發惡氣的物品嗎 所以你親自來把這隻毛筆燒掉如何 呃...不過 這隻收到的禮物對你來說應該很重要 啦啦...你已經幫了我多少次了 若你能完成使命 我一定會非常高興的啊 若能完成使命 對啊...我是為了完成使命 才來開始旅程的 這很明顯就是邪惡的器具啊 這麼說來 還沒問最重要的呢 漢啊...這毛筆是誰送的 喔...終於有聲音了嗎 我拍了26分鐘終於有聲音了 我不想再講話一直講話 喉嚨很痛 我本來以為漢娜也是受害者 是有人送她邪惡毛筆 結果漢娜也是壞人嗎 再加上她剛剛一直想要挑撥 拉拉跟克里 來我們繼續看下去 等一下 等一下 完了 蛤...蛤... 怎麼比這父親的遺物 等一下克里的父親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他為什麼會有邪惡的器具 等一下為什麼 在漢娜那裡 等一下全世界又寂寞化了 全世界又都寂寞化了 只剩拉拉 看來我們拉拉就是拉諾塔的主角 他就是想挑撥這兩個人啊 這...這也是在說謊嗎 他就是想挑撥這兩個人啊 那是在說謊嗎 他就是想要把父親的遺物 喔... 喔... 他現在又想挑撥 他想說拉拉也贊同要把這東西燒掉 而且...而且他知道 但是沒有...他不知道 是他衝出來說 喔 這是我父親的遺物 他才知道 喔 原來這是你父親的遺物 不然他本來不知道 哇 克里真的懷疑了嗎 哇 真的假的 不是 他怎麼會相信漢娜 果然剛剛那個時間點衝進來不對啊 可是 不對啊 拉這麼天真無邪的人 他怎麼會相信他會 就刻意想要燒掉父親的遺物 而且他怎麼可能只燒父親的遺物是毛筆 這怎麼想就不對啊 今天好像缺了一塊的感覺 好痛苦 幾天前我一天工房 別忘記我若變得更好 你們也一樣會收益的啊 靈主大人 一直追求超過本質的欲望的話 總有一天那欲望可能會擊潰靈主大人也不一定 哼 你不要以為你是和我直接交易的關係 就有這個時候這麼狂妄的話 我可以得到所有我想要的 你 你說什麼 你應該沒有忘記我們的約定吧 每個約一個人 對吧 如果再多的話 可能就會被發現了 很久以前也是 偏偏被那傢伙發現 為了處理掉 不也是費了不少心思嗎 誰知道那傢伙會突然出險 不過 若是能完成化的話 多少都能給你找來 我需要更多的話 不然後見那傢伙如何呢 雖然看起來完全不值得這個價值啊 這可不行 啊 說了什麼 先請回吧 我來找找看適合的方法 要盡快找到 你也知道 我可沒有這麼有耐心的 可以偷偷地物捨其他後援者的方法 哇 直接 毛骨悚然欸 是 不能為了 我 也不可以 我 我 也不可以 我 也不可以 我 我 也不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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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們感覺像是串通好的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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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原來是這樣嗎 反正好像也不太需要他的幫忙 可以不要在這麼重要的時候打錯字嗎 拜託好不好 哇 你終於感覺到了 你終於不在持盾了 這個完全是猜到了 所以 現在是怎樣 用火燒過之後會怎樣嗎 不是 等一下 竄起來了耶 你們不覺得之前村莊裡面很多人突然就是那個記憶斷片 好像遺失了一部分 忘記了某一個片段 然後我還說他們是失智嗎 還是健忘症 結果 原因出來了 是他 是他在搞耶 一開始就不該相信 不應該讓我 有 會不一樣的錯覺啊 喔 反而是你 帶著大量的地靈 哇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為何感超重 我就說他是善良的好孩子吧 你們幹嘛跟著我啊 幹嘛 帶我來古董店 就說我現在沒有心情啊 喔 格魯來啦 又是格魯 是來找娃娃的嗎 娃娃 你朋友叫我不要把這個娃娃賣給別人 喔 這是他以前的 就是長得很像你 說是長得很像你很喜歡的樣子 原本因為沒錢在猶豫 說馬上會再回來然後就走了 名字叫什麼來著 我記得很像是亨哥的名字 這是我很久以前 纏著哥哥要買的娃娃 你為什麼要給我看這個啊 反正哥哥確實是丟下了我 那傢伙也其實 這 娃娃的嘴巴裡面有封信 克里亞 終於籌到錢了 現在可以從領主那 把父親的遺物找回來 你應該又要念了吧 那遺物到底有多麼了不起啊 這樣拼死的籌錢 正好相反 雖然完全沒能告訴你 其實那隻毛筆 是不能存在在世上的東西啊 父親太晚才了解了 希望能將那個 會傷害許多人的危險物品處理掉 在去世的那一天 像我這麼請求 在領主搞出更大的事之前 想要找回毛筆 抱歉這麼晚 才買給你這隻狼娃娃 等等氣消了之後 一起去吃個好吃的吧 哥 必須除掉父親的毛筆 拉拉他 原本在領主倉庫的捐筒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看啊 那捲軸上面到底寫的什麼啊 這應該是漢娃畫的話 領主完全不讓任何人看漢娃的話 都獨自欣賞而已 都說是城莊究極美麗的畫作 如果想要知道真相 勢必要強硬一點吧 我覺得打開來看 是很可怕的東西 沒有看到啊 回憶殺了 哥為什麼這些小孩一直跟著我們啊 這些小孩是地靈啊 雖然平常幾乎都不會見到 不過偶爾會以這樣子出現 克里亞在這世上也是一樣 獨自一人是無法完成什麼事的 所以人與人要一起才行 喔居然是畫他以前的 這是專屬於我和哥哥的幸福記憶 可能是哥哥的回憶吧 不過這樣就算起來了 他也曾經奪走過克里的記憶 然後把這個畫畫出來 所以可能克里想不到這件事情 這也是漢娜的解作 哥並不是不回來 拉拉 所以又是漢娜在搞 他哥哥不回來還是漢娜在搞 好啊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前面幾集看的非常天真無邪 非常歡樂的 這個 這個拉拉的村莊的這個劇情 結果呢我們發現 雖然中間我就有發現好像怪怪的 但是沒有想到這一切全是伏筆 現在完全就是 進入了劇情 這個高潮迭起的階段 你會發現全部都是 這個漢娜跟領主 他們 在密謀啊 一切全部串起來那個瞬間 哇 原來是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繼續 我們錄了40分鐘 我們剛剛完全找不到切入點去結束 好不好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喔 至少這個部分 我還是得把它實況完 好不好 好啦我們這一集的劇情 就先做到這邊啦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 好啦那像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Let's go another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 想繼續看到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 從現在開始成為 看到的朋友 訂閱什麼按下的鈴鐺 對我們的影片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評論的按鈴鐺 按個喜歡 還有IG 好那像我們就 下次再見喔 白咪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故事啦 準備好了嗎 孩子們 是的船長 害小生猛 我是大船長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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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